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他好欺负 这话虽然听着刺耳 但事实就是如此 坏人大多都是欺软怕硬的 越是忍让 越容易给人留下软弱可欺的印象 之前的热播剧《我是鱼欢水》的主角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公司 老板拿他当出气筒 处处给他穿小鞋时 他憋着忍着 假装云淡风轻 对朋友 好心借钱出去 最后讨要无果 反遭到无情戏耍事 他气得浑身发抖 却不敢多说一句重话 在家里 被妻子嫌弃没出息 被小舅子奚落时 他还是选择笑脸迎人 低头示好 寻常人面对这些 早就气得翻脸了吧 但他无论被人怎么欺负 都不反抗 可到头来 他的退让并没有让他的处境有丝毫好转 反而让对方变本加厉地欺负他 公司几个领导 有事没事就消遣他一下 辱骂训斥 设计陷害 扣工资 罚扫厕所 各种小手段层出不穷 好友吕福蒙 欠着他的钱却还像个大爷一样 说谎被拆穿后还一脸嚣张地说 我就是要骗你 就是要撒谎 就是让你日子不好过 钱我会还 但是得看我心情 妻子在得知他有癌症后 毫不犹豫地就签好了离婚协议书 没过几天 就给他儿子找了一个新爸爸 习惯了忍让的他 最后变成了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谁都可以踢一脚 谁都可以笑一笑 有人说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身也为然 越是习惯忍让的人 越是容易吃大亏 但忍气吞声从来都不是美的 委屈求全也不是顾全大局 相反 当对方认为你是好欺负的人时 那才是灾难的开始 二 坏人的胆大妄为 都是好人纵容出来的 在《月亮与六变事》中 有个叫德克·斯特洛夫的三流画家 他是书中最善良的人 也是结局最悲惨的人 他邀请主人公查尔斯参观自己的画 但查尔斯嘲笑完他的作品 就开始找他借钱 正常人对这样无理的行为会感到很气愤 可他却心甘情愿地把钱借给查尔斯 和查尔斯吵架后 气得说要和查尔斯绝交 可一到圣诞节 他想到查尔斯独自一个人过节太可怜 心一下子就软了 美股气地决定和查尔斯和解 当他发现查尔斯病倒后 善心大发 明知道妻子讨厌查尔斯 仍然放下尊严 恳求妻子把查尔斯接到家里来养病 但他对查尔斯付出的越多 查尔斯越看不起他 最后查尔斯不仅占用了他的画室 还占有了他的妻子 作者毛母都评价说 他太善良了 可以说他的悲剧 很大程度上是他一点一点纵容出来的 电影《黑名单》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 是因为你让他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 坏人的胆大妄为 离不开好人的纵容 你越是迁就 别人越是会得尊进尺 你越是心软 别人越是会肆无忌惮 人生在世 善良没错 但没原则 没愣脚的善良 只会成为滋生罪恶的温床 三 善良要有耻 忍让要有度 心理学家吴志弘曾说 生而为人 懂得忍让是好事 但忍让是要有底线的 过度的忍让 除了让自己更加受气之外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有一次 金星受邀去韩国出席活动 排队国安检时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国际旅游团 有中国人 也有日本人 日本游客盖章的时候 海关人员非常礼貌 也很有效率 全程不到20秒就完成了 等轮到中国游客后 海关人员又开始各种为难 弄完还要甩出一句中国人真烦 轮到金星时 海关人员又不耐烦的说 怎么还有中国人 金星当身忍了 什么都没说 摘下墨镜 递过护照 认真配合检查 检查完 他戴上墨镜时 海关人员继续刁难说 谁说可以带上了 回去重新排队 这样他一下子就爆发了 直接用韩语回怼说 你今天给我说清楚了 我的签证哪里有问题 如果真的是我的问题 让我重新办 重新排队都没问题 我告诉你 不是我要到你们国家来的 是你们国家邀请我来的 对方直接傻眼了 没想到金星 韩语说的这么流畅 一听 对方还是国家请来的 立马道歉说 对不起 是我的情绪有问题 请您见谅 金星又换成英文说 你情绪不好和我有关系吗 你代表的是你的国家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在搞种族歧视 而面对金星犀利的反击 李亏的海关人员只能狼狈地连连道歉 金星的经历 印证了于华的一句话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 笑脸给多了 灌出来的都是毛病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不要一味纵容姑息 该翻脸就翻脸 当别人感受到你的不好惹时 你反而更容易得到尊重 回想一下 你会不会因为害怕拒绝别人 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明明自己不能喝酒 却拒绝不了别人的再三劝酒 明明自己很累 需要休息 却又不忍心拒绝朋友 说要一起去逛街的邀请 明明自己手头也很紧张 却又怕别人说自己不够朋友 而把钱借给了对方 明明有自己的原则 面对别人提出过分要求时 却应不能坚守而只能自己生闷气 要知道 你的人生毕竟有限 学会拒绝会让你更加珍贵 三毛曾说 都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早就预备好了答案 懂得拒绝 是我们成年人应当学会的必修课 和为人处事之道 因为你不是阳光雨露 无法做到滋润每一个人 你也不是夏天的空调 冬天的取暖气 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你更不是金钱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围着你转 要好好地爱自己和家人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关爱他人 因为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生活都不容易 能帮的时候 不带任何目的地去帮一下 实在帮不了的 也不要面为其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懂得 那些轻易能伤害的感情 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感情 而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 也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远离你 其实我们的善良 应当略带一点锋芒 正所谓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别人的 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 把自己劝明白 什么就都解决了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好好爱自己 把依赖降到最低 人这一辈子 最应该对得起的人是自己 不要让无底线的善良 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也不要让一退再退的忍让 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俗话说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欺软怕硬的人不能惯 得寸进尺的人不能忍 不伤害别人 不委屈自己 才是余生最好的活法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